柯南走丢了 在众人以为他是在恶作巨市 小爱给出了一个足够震惊的猜想 小爱告诉博士 这只是最坏的结果 现在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两人开始商量对策 但谁都没注意到 在屋子的角落里 一只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 博士在走廊中找到了电话 他刚准备通知警方 角落中仿佛丢出了什么东西 博士走近后 发现这竟然是柯南的帽子 上面还带着血迹 这时密室的门自动打开 好奇心驱使博士走了进去 门后的小黑露出身影 猛的一棍敲在博士头上 随着眼睛的碎裂 博士倒下了 小爱寻找博士来到这里 但暗门早已关闭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正常 小爱却感受到了一丝良意 他拿起电话打给警局 身后却有一个黑影正在逼近 回头一看竟是二老爷 这时白给三人组正好路过 小爱堪堪躲过一劫 夜深人进食 小爱准备独自寻找线索 却发现身后出现了一双眼睛 跑过去后竟然是白给三人组 无奈之下 一个王者只好带着三个废铁一起行动 但他们前脚刚走 后面就出现了一个未知的身影 四人来到柯南失踪的房间 小爱准备复制柯南的手法 当他将纷针拨到零点处时 门打开了 四人进入密道 很快在地上发现一处血子 从颜色和凝固程度来看 这是不久前留下的 大胆点猜想的话 这就是柯南的血 这时在楼梯上发现一处文字 那个人现在取代我的身份 想要抢夺城堡的宝 藏字还没写完 写字的人应该就遇害了 光泰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 拿起后镜是博士的眼睛 上面同样带有血子 难道说博士也已经记了 小爱沉思着走到墙边 突然强动了 将三人甩出暗道 但袁泰还在里面 他拼命拍打呼喊 但墙却纹丝不动 猛地转头后 发现小黑就在他的身后 三人来到刚才进去的入口 但这里已经被锁上 这只能说明刚才在暗道中 一直有人在尾随着他们 他锁上门就是想把他们一网打尽 但没料到小爱误处开关 竟然推开了另一处暗门 消失的三人生死难料 但哪怕还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 小爱努力寻找其他的入口 光燕却消失了 不久前他在走道上 发现了柯南的眼睛 走道的尽头 就是那座焚烧殆尽的荒塔 难道说 光燕自己一个人走了进去 仅剩的两个女孩走到塔前 发现这里的锁已经被打开 小爱打算先进去探探情况 他吩咐不美先躲到草丛中 如果数了三百下自己还没出来 那就赶快逃到树林中的车道上 去寻求生存的机会 2、3、4、83、84、85、86、298、2、99、300 完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